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就是齐宣王 齐宣王明白当初田稷出走 是受了城侯邹记的陷害 所以召回田稷 让他官复原职 第三 燕文公过世 儿子燕义王继位 第四 为城侯过世 儿子魏平侯继位 也就是说 有四个国家发生了政权交接 同时又有楚国和齐国之间 爆发的殊州之战 赵国和燕国也帮着楚国来打齐国 当然 这一年自治通建农墨仲裁写的 是一件关于苏秦的事 苏秦作为合纵政策的主持人 同时兼任山东六国的总理职务 联合六国一起抗秦 然后返回赵国汇报工作 苏秦车队的规模 派头和王者相当 这就奇怪了 大家明明各有各的乱子 各怀各的鬼胎 怎么可能就在这同一年里 各国外交忽然有了惊人突破 建立了一个反秦大联盟呢 事情过于不合情理 这当然是因为司马光又一次搞错了 先看那四起国丧 司马光说对了三起 照例搞错了齐国的边年 事实上齐威王还好好活着 要等到十几年后的公元三百一十九年 才是齐宣王元年 更离谱的是 苏秦并没有这么早就在国际舞台现身 现身之后 也并不曾真的身兼六国总理职位 甚至很难说苏秦就是战国时代 合纵事业的最大退守 这当然不怪司马光 因为他能看到的苏秦史料 主要无非就是史记和战国策 而自治通鉴 在这一年里的内容里 长篇大论描述苏秦的外交方针 外交辞令 还有苏秦和张仪的关系 主要都是从史记苏秦列传删件来的 如果我们读史记 就会发现司马迁详详细细讲述了 苏秦的出身背景 又讲他如何法奋读书 终于用知识改变了命运 让当年看不起他的人 纷纷跪倒在他的脚下 所以苏秦列传很有激励人心力量 其中像头悬梁追刺骨这种段子 直到今天还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被不少家长拿来教育孩子 资质通鉴大道阔斧地 删掉了这些励志气氛 司马光也许并不认可苏秦的勤学态度 也许觉得这些内容 对于资质而言毫无价值 这就使得资质通鉴里的苏秦形象 仅仅是一名外交专家 显得不够鲜活 但这样不能全怪司马光 因为在史记苏秦列传的结尾 司马迁说了这样一段话 世人谈论苏秦的时候 说法非常混乱 很多和苏秦的作风相似的事情 都被归到了苏秦身上 哪怕这些事情 并不发生在苏秦生活的时代 这就意味着 司马迁在写苏秦列传的时候 虽然已经尽其所能据伪存真了 但真相到底什么样 他其实也不敢笃定 所以司马光在写取史记里边 相关内容的时候 采取了严肃的历史学家 所应有的保守态度 倒也无可厚非 苏秦作为一代传奇人物 身上难免被附会上各种本部属于他的传奇 雪上加霜的是 苏秦一针一换的人生 太有励志素材 以至于无数想要凭一己之力 挑战命运的人 都会把苏秦奉为人生导师 这就等于关乎苏秦的一切 都被赋予了很高的商业价值 如果有谁想要开一家说客培训班的话 苏秦的游说言论汇变 就会成为最受追捧的名家范文 在我看来 历史上有一条非常经典的经济规律 凡有需求必有供给 之所以无数江湖骗子 无数不靠谱的物质或文化产品 可以在千百年间横行天下 无非是因为社会上确实存在着强烈的需求 只要需求足够强烈 那么就算不可能有任何产品 可以真正满足这种需求 也一定会有某种或某些产品应运而生 让需求者相信自己的需求 得到了充分满足 比如怕死是人的天性 人对长生不死有着强烈的需求 于是有了太多方案 可以满足这个需求 让无数人趋之若鹜 甚至甘心情愿的付出全部家产 世界上最赚钱的生意 莫过于此 既然连长生不死的需求 都能得到无数种解决方案 那么逆袭命运的成功模板 怎么可能会缺席呢 即便苏秦的游说 没有留下任何记载 也一定会出现很多记载 来填补这个空缺 这就导致真实的苏秦 被隐藏在太多真伪难辨的传说当中 即便我们像司马迁 刘相和司马光一样 看不到什么新鲜材料的话 但只要足够细心 也能够看出现有的材料 存在着太多矛盾的地方 在一切矛盾当中 最典型的样式 就是地理和时间的矛盾 战国时代 各国版图经常发生变化 而史记战国策资质通鉴当中 苏秦游说时候的言论 时不时就会拿后来的版图 来解说当下的诗局 显然这些言论处于后人的编造 还有一点 苏秦一家兄弟几人 把外交做成了家族事业 司马迁认为 苏秦兄弟三人都很出名 另外两个是苏代和苏利 但三国年间 蜀汉学者乔州考证说 苏秦还有两个兄弟 名叫苏辟苏胡 这位乔州 就是劝说蜀汉后主 刘善投降的那位乔州 也就是杜甫诗剧里 从此乔州是老臣的那位乔州 在苏家的满门英列当中 苏秦的事迹还经常和兄弟们搞混 所以我们看到 在战国策的不同版本里边 有些言论 时而归在苏秦名下 时而归在苏利苏代名下 真相到底如何 实在让人搞不清楚 因为苏秦事迹的疑点实在太多 所以历代学者先后提出过很多怀疑 1964年 徐忠书先生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 论战国策的编写及有关苏秦诸问题 考证出苏秦的活动年代 晚于张仪 这个结论太有颠覆性了 因为史记仪很清晰的脉络交代 苏秦和张仪都是鬼谷先生的弟子 在苏秦叱咤风云之后 张仪呢 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决策 后来苏秦为了让自己的合纵方针取得成功 用激将法把张仪骗到秦国 最后这师兄弟二人 一个搞合纵一个搞连横 把天下诸侯玩弄于鼓掌之上 资者通见对这段历史的描述 也是根据史记来的 所以徐忠书先生的结论 等于颠覆了人们的历史常识 按说这种颠覆常识的考据 应该引发一连串的反驳 但是史学界觉得 这一点都不难接受 因为对苏秦世纪的怀疑 已经太久太久了 以至于如此颠覆性的结论 反而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声援 有意思的是 没过多少年 就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事件 前面讲过 1973年 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 出土了大批博书 所谓博书 就是用私制品当成书写载体 而写成的长卷 马王堆博书 有一部分内容和战国册很像 一共27张 整理小组给他取了一个名字 叫战国纵横家书 书里有11张的内容和战国册 史记基本重合 另外16张 前所未见 不但司马光没见过 就连司马迁也没见过 战国纵横家书 有大量内容都是苏秦的书信 至少是打着苏秦名号的书信 在相当程度上 支持了苏秦的活跃时间 晚于张仪 以及苏秦 并不曾真的合纵山东六国的推断 但新问题又出现了 那就是 如果苏秦的事迹存在大量的附会 难道战国纵横家书的内容 就比史记战国策 更加可靠不成 这就引发了史学界的激烈交锋 直到今天也没有尘埃落定 但是我们读历史 除了要有历史意识之外 还应该有一个观念史的意识 不妨重新看一下 那个言中花束的故事 有人问王阳明说 天下五心外之物 如此花束 在深山中自开自落 与我心亦何相关 那么战国纵横家书 在古墓里边自开自落的时候 和世界真的有什么相关吗 我们下一讲再谈